前段时间出了一条新闻 说是美国有一个名叫阿玛托的人 不小心撞到了头 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 出院之后有一次他看到了钢琴 自然而然的他就演奏了些 那么据阿玛托自己说 他以前从来没有弹过钢琴 甚至连乐谱他都不懂 但闭上眼时 脑海中忽然就浮现出 从左至右浮动的黑白琴剑 还有连续的乐章 从那以后 阿玛托就发现自己无师自通 能够演奏八种乐器 他现在已经成为职业钢琴师 还出版了个人专辑 那您说这事稀奇不稀奇呢 不过呢 无独有偶 在我们国内 也出现了一个和阿玛托相类似的人 他生活在吉林省白城市的 一个普通村庄 也是在一夜之间 不仅凭空学会了一套奇功 还常常创作出一些 常人无法理解的字画 和这个阿玛托不同的呢 他是有师父的 不过呢 这也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那传授他记忆的师父 居然除了他本人 谁都不可能见得到 您说是不是挺玄乎的呀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今天呢 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位 名叫杨洪权 他原来的职业啊 是一位普通的农村教师 就是大家俗生的孩子王 过去呢 杨洪权的生活呢 一直很有规律 也很正常 可是呢 在一夜之间 他完全变了 在这个97年一个冬天 也是快临近 起码好事了 其实呢 就一觉醒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正常 突然呢 我就感觉着 就跟人家就不正常了 不一样了 那到底杨洪权的变化有多大呢 这么说吧 这世界上最熟悉他的 莫过于妻子江雅丽了 可是呢 自从过了那天晚上之后啊 江雅丽就觉得这丈夫啊 好像是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江雅丽说呀 说以前杨洪权呢 可勤快了 那是典型的无好丈夫 起床之后呢 总是先做好一家人的早饭 然后呢 麻麻烈烈的把这家务活呢 做完 那等一切收拾停荡了 再去学校上课 可是从这天起 杨洪权的生活节奏啊 全部乱了 起床后 居然什么都不管不顾 而是一个人站在家门口的 这个空地上啊 双手用力的挥舞着 行为举止呢 十分怪异 这两个人结婚这么久 江雅丽呢 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这样 那么江雅丽呢 很是奇怪 说这过去杨洪权指挥教书 连这农活呢 都很少做 更没练过什么武功 可他这一朝一世 有板有眼 还真像那么回事呢 不过呢 这还不算什么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 江雅丽发现 丈夫除了这些怪异的行为外 还多了一个特殊的嗜好 就像有这个烟瘾的人 他离不开烟一样 有个东西啊 他要是没有见到 一天都没劲 一天当中就是这个 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任务 他不像说一早一晚 说这个还行 我这一天我都不敢停 就一次也都不敢停 就这十来年就这么过来 哎 每天最主要的任务 那还一天都不敢停 那到底是啥东西 让这杨红泉这么魂牵梦营啊 哎 其实呢 这些东西还真没啥稀奇的 咱们几乎每天都能够见得到 什么呢 太阳 我们很多人呢 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阳光明媚的时候呢 会觉得神清气爽 天空阴沉的时候呢 则会觉得很压抑 不过呢 杨红泉呢 和常人不同 他对有没有阳光的反应啊 那实在是太强烈了 那强烈到什么地步呢 说要是没有见到阳光啊 他就像是掉了魂 晴天的时候 太阳就是 太阳特别好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 他就是精力 就精力充沛啊 就特有精力 要是没有太阳阴天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大妮儿 就是可不舒服了 那么杨红泉的 如此钟爱阳光的原因 那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体内 这个血脉都打通 打通完之后 这你说这个招式吧 并不在于那什么 这个这只是一个架子 主要是内地 就是他气在体内变得差 猜不到吧 感情啊 人家这杨红泉呢 他是利用太阳的能量 来打通血脉呀 感谢观看